最近沈阳有一位老年乘客在公交车里患病突然晕倒 好在司机师傅帮忙其他乘客也很给力 患者及时被送到了医院 事发当天 公交车司机楚西良像往常一样驾驶公交车运营 当他行驶到沈阳急救中心站点时 上来两名70多岁的老年夫妇坐在车内出口附近 当楚师傅开车开到沈后招待所站附近时 之前上车的老大爷突然晕倒了 情况紧急 当时楚师傅和晕倒的老人的老伴商量说 如果开车直接送医 抢救会更及时一些 于是楚师傅征求了车内其他乘客的意见 乘客纷纷表示救人要紧并主动下车 楚师傅马上送患者就医 把车打动着 把车发动着 就很快的四八分钟就到了六院 经过及时救治 患病乘客脱离了生命危险 送医当天就出院了 据患者家属介绍 患者当天是刚坐完透析 坐车时身体突感不适而晕倒的 事后患者家属也到楚师傅所在车队表示了感谢 老人家属写了感谢 马上买了水果 马上大乱车队对师傅表示感谢 咱们也对车队家属员经常这么教育 遇到车手即时帮忙 记者同号 田碧君报道